再来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独大消息 在新北市中和区 日前是发生一起乌龙街头持枪的追车事件 有名男子他是欠朋友25万元的债务 他迟迟还不出来 为了要还款 他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朋友求救 说这债主就在他旁边要他还钱 好这朋友就误以为说他被掳走 是赶快烙人追车拦车 而且还大白天当街亮枪恐吓 警方获报在三小时之内 火速得到三名嫌犯 眼看目标正在停等红灯 警方方向盘一转 立刻把车横停在银色轿车前方 阻止驾驶逃跑 一群便衣刑警持枪全副武装冲上前 只见驾驶还以为是仇家 原本气焰嚣张 结果一下车发现是警察 立刻又龟缩回到车上 黑男子被压制在地 一车三人统统被逮 副驾驶座还被搜出一把改造手枪 直接不藏了 坦承墙是我的 不久前他们在大马路上 拦下另外一辆车 当街亮枪恐吓 事发地点在新北市中河 中山路二段和桥河路口 14号情人节大年初五 下午大约两点 原来被拦车的何姓男子 和于姓男子是朋友关系 因为欠债25万元 债主于姓男子不断讨债 何姓男子打电话向旅姓友人求助 表明自己被债主带上车 旅姓友人以为朋友被掳走 烙人助阵 当街亮枪 行为三个人在大马路上 把被害人拦下来 但车上的其中一个人 本来就是找他来帮忙讨债的 没想到这下亮枪恐吓 把自己的朋友也给吓跑了 现场查过持枪之旅嫌 及同车之民嫌与旅嫌 起获改造枪之一支子弹 及各类毒品等证物 不只车上藏有火药 警方还查获毒品海洛因 安非他命 吸食器等 这位嫌犯自以为是帮朋友 助阵大白天亮枪 结果全部南逃罚网 记者陈佑陈山明新北市报道